我电影不心慌,我汪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男子救了一个小男孩 捡了一条命,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非常精彩 想走上人生巅峰的小伙伴们,记得要看完哦 包在国外有个叫钢铁之男的单身老男人 这哥们是一个国事运级的审计员 每天的生活那儿非常的枯燥 除了上班就是刷牙睡觉 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 这天钢铁之男正在刷牙 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更可怕的是钢铁之男每做一件事情 女人的声音就会出现 这可吓坏了钢铁之男以为自己见鬼了啥的 这时候钢铁之男的手表坏了 女人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说手表坏了之后 钢铁之男很快就会死亡 女人的声音也从此消失不见了 这下钢铁之男瞬间炸了锅 立刻找到了一个心理专家 心理专家就说了 钢铁之男得了精神分裂症 必须吃点药 钢铁之男压根不信心理专家的话 说自己好像是一个小说里的人物 一切都被小说的作者给安排好了 心理专家一听着情况 让钢铁之男去找一个名叫白毛树的大学教授 白毛树见到钢铁之男之后 那是非常的好奇 他告诉钢铁之男 你很可能是在一部小说里 但是不知道是悲剧小说还是喜剧小说 白毛树还说 如果钢铁之男想见证小说是喜剧还是悲剧 就去找最恨你的妹子聊天 钢铁之男一听立刻想到了一个名叫大片梁的妹子 因为钢铁之男之前查过大片梁的税 大片梁那是瞎动的哼他 此后钢铁之男来到大片梁家里 大片梁也是个好心的姑娘 给钢铁之男考了点曲奇饼干吃 还让钢铁之男打包回家 不料钢铁之男直接犯了之男病 那是压根不要饼干 这可忍怒的大片梁直接赶走了他 与此同时著名悲剧作家神经病正在写书 神经病那是非常的不正常 写了十几本小说 都把主人公给写死了 而这部书的主人公就叫做钢铁之男 为了写死钢铁之男 神经病来到了医院里 参观了很多快死的人 但是这些人的死法都不完美 这让神经病很惆怅 镜头一转 钢铁之男告诉白毛叔 自己的小说是悲剧小说 因为大片梁根本不喜欢自己 白毛叔就说了 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小说的发展情节 为了改编小说的情节 白毛叔建议钢铁之男 在家里待一天啥事都别干 就坐在沙发上看点事 无奈之下 钢铁之男只能听了 白毛叔的话 开始在家里看动物世界 连电话都不敢接 这当钢铁之男以为没事的时候 一台挖掘机 拆了钢铁之男的房子 更难受的是 施工得拆错房子了 而且钢铁之男的房屋保险刚过期 保险公司那压根不赔钱 所以钢铁之男告诉了白毛叔 自己家被拆的事情 白毛叔就说了 哥们你家真心是个悲剧人物 任命吧 多吃点好的 有啥梦想没实现 赶快去做 因为你离死不远了 白毛叔说完这些话 仨次就逃了跑 知道自己要隔屁了 钢铁之男也冷静了下来 去吉他店买了一把吉他 开始凤凰的唱情歌 当天晚上 钢铁之男还弄了一大堆面粉 要送给大漂亮 看到这里 黄哥不得不说 钢铁之男的思想真心是不正常 别人送玫瑰花 这哥们送面粉 大漂亮就说了 千里送面粉 李青情一众 来我家喝口浓茶 你看咋样 钢铁之男一听 那是非常的开心 立刻和大漂亮回了家 喝了几口浓茶之后 钢铁之男掏出一把吉他 就开始唱情歌 把大漂亮唱的那是心花怒放 立刻和钢铁之男谈恋爱 一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钢铁之男再次找到了白毛叔 他告诉白毛叔 自己所在的小说肯定是喜剧 因为大漂亮和自己谈恋爱了 这段钢铁之男开心的时候 电视里传出了神经病被采访的声音 这下钢铁之男吓了一身冷汗 原来啊 神经病的声音和之前出现的女人的声音一模一样 钢铁之男当即确定 神经病就是写自己想说的那个人 而此时白毛叔告诉钢铁之男 神经病之前写了十几本小说 主人公每一个是活的 如果钢铁之男想活命继续找神经病 让他改了想出的结尾 钢铁之男一听这情况 立刻找到了神经病的电话号码 开始给神经病打电话 与此同时 神经病在马路边看到了一个苹果 他瞬间找到了写死钢铁之男的方法 回到家里就开始写小说 刚写到电话响了 神经病家里的电话就响了 这可吓坏了神经病 立刻接了电话 电话那图的钢铁之男就说了 我是钢铁之男 求你别写死我啥的 神经病一听这情况 瞬间炸了锅 让钢铁之男来到了自己家里 一见到钢铁之男 神经病瞬间吓得差点犯了病 因为钢铁之男和自己小说里的人物 长得一模一样 随后神经病给了钢铁之男 一本小说大纲 想让他看看自己是怎么死的 不料钢铁之男非常害怕 拿着大纲就给了白猫书 白猫书看了大纲之后 告诉钢铁之男 这本小说简直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所以钢铁之男必须得死 钢铁之男一听这情况 拿着小说大纲就上了公交车 一天的时间就看完了整个小说大纲 只有钢铁之男找到了神经病 他告诉神经病 你写的小说真心是不错 我同意你把我写死 紧接着钢铁之男回到了自己家里 刷好了牙 穿上了帅气的西装 然后来到公交车站准备上班 不料一个小男孩突然出现 眼看着要被公交车撞死 钢铁之男直接冲了上去 救了小男孩 自己被公交车撞成了重伤 眼看是活不成了 与此同时 神经病把小说写到了 钢铁之男快死的地方 他咬了咬牙 更改了小说的结尾 没有让钢铁之男死亡 另一边 钢铁之男在医院里醒了过来 医生告诉他 一块手表的碎片堵住了动脉 没有造成大出血 钢铁之男才活了一命 钢铁之男一听他非常开心 他知道是神经病修改的结尾 自己才捡了一条小命 而神经病继续修改了小说的结尾 让钢铁之男和大漂亮 继续谈恋爱 走上了人生巅峰 他还告诉所有读者 一个人知道自己死去 还要去救别人 这才是人类最珍贵的美德 就这样 钢铁之男成功救了自己一命 还抱得了美人归 从此钢铁之男和大漂亮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群众 看完这部电影 荒歌不得不说 很有可能我们就生活在某个人的小说里 虽然我们的命运早已被注定 但是只要敢于尝试 命运迟早会被我们改变 另外如果你写的小说 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你会怎么写呢 在评论区告诉荒歌你的想法 要是荒歌的话 就写一部让粉丝们 一个小时写完暑假作业的小说 估计非常的畅销 好 今天影道结束了 如果你有好的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荒歌 我会第一时间为止说 记得关注大王脸头条号 我们下次再见